但是在最后是第五局7比5 以两分优势战胜了岩 拿到了第一盘 马龙你跟他打过去 你觉得他这发球好不好 你感觉 这个发球啊 他整个的发球 不是最主要的环境 主要是第二版和第三版的衔接 就是真正他能得分的这个能力 没错 那就是刚才他两个吃发球实际 第一个吃发球实际 也是盼马龙的后边是吧 对对对 这本球拖得好 漂亮 因为当时我记得陈启 这个发球做得好 帅度相当不错 他没有光发球好 你要有第二版的这个进攻 绿中绿高这个是最得分的 才给威力性大 如果光一个发球 没有太大什么意义 没错 没有后边的衔接连续 特别是高水平的 因为低水平可以 是吧 对 说发得好 你吃发球了就 对对对 但是高水平里基本不吃 对 所以你这个后头没有跟进的话 今天马龙的投入型不像奥运会了 好的角度大 上坤 加油 我印象中这个上坤啊 这个球打的是 就所谓我们说比较贼 比较有威胁 速度力量也有 好像就是稳定性还不够 如果他的命中力要非常高的话 那他这个球一般人还真没法打 对 他主要还是这个稳定性 就像你说的蔡老师 还是稳定性 对他来说是最大的一个突破 他球的技术来说 整个还是比较先进的 这个技术比如说这种威胁性 这种技战术能力还是有的 但是就是说的 他的命中率 他的稳定性还是不够 谭人员我记着 你当时打这个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 是男子单打进了前八吧 对对对 输入王立琴了 代表这个克罗蒂亚 对对对 那你这个球我感觉也是相当凶 相当快也比较贼 是不是也是在稳定性上 跟他们比还是有差距 对 我记得那时候2008年呢 我整个的这个球路技战术 从发球到后边的衔接 攻防转换 我觉得每个球的无异失误特别少 因为在大赛的时候 你除了球的要求 球的这个技战术 球的质量 稳定性是最关键的 明白 因为他不丢球嘛 是吧 对 漂亮 因为你稳定性高了 你高打下的时候 你就越打越有自信 心里有底 心里有底 你就无意地丢球 你就对自己 就犹豫了 这球都怎么会丢呢 就是会瞎琢磨了 乒乓球奥秘密就在这 你一瞎琢磨 自信就会下降 没错 确实讲 漂亮 你看马龙啊 这种半出台不出台的球 马龙是非常有底的 你看赢钱就拉 你看这种球 对 你看今天的观众也特别多 好多都冲着马龙来的 是吧 所以现在这个粉丝 对乒乓球这种热爱 对这个球迷的乒乓球 这种支持 是越来越大 没错 我看现在可能就是 马龙张继科 这两个运动员 可能是粉丝量最大的 在男子里头 对对对 现在张继科的粉丝量 有几百万 其实这就是最好的一推广 对 大家喜欢张继科 喜欢马龙 这样的话呢 就是很多青少年 为此也喜欢了乒乓球 对对对 很多像这种 超越联赛 那树立这样的形象以后 对乒乓球这个发展 也是一种推广促进作用 是的 好的 你看他们俩这个 是遭遇战 两个人都很凶 很强 那么这个时候就看谁 先变现 先上手 先发力 谁就有优势 所以两个人都是拼命地抢 尚昆的球的威胁也是很大的 一旋转 你看马龙另外比班运里面强的地方 就是他一旦落后的时候 你看他这个防守也很强 你看这板球本身质量很高 但是你看马龙刚才防的 那个第一板防的 还是相当不错 对 这个就不一样了 你防守不好 人家只要一进攻 质量一高你就丢 他呢是五个手 可能防一个回去 反而得分 那这个差距一下就出来了 对 高了 漂亮 六 这个球就等于 我就是下意识 去做这个动作 但是没想到自己打成了 打成了球过来了 马龙又回来了 我就没有下意识去做 就是说你能打 没有根据 没有根据 你做三板 我就要准备四板 这种概念 时刻的准备的球 对 这也是教练员平时讲的 就永远球不落地 你要永远地打下心 对 不能打完了就觉得完了 对 因为你碰到高手的时候 就玩不了 又回来了 你看上空有很多意识 都挺靠前 你看刚才这个球 实际就是抢在前面的 对 一摆马上侧身 抢到前面了 但是问题你打不到 这就是你的功夫 你的功力没到 对 所以输率就高 所以在平时的训练当中 你说他琢磨吗 他也琢磨 就是对自己一个定位 怎么能正确地 把这个球能研究透 这个是相当关键的 这就是毛主席过去讲的 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 没有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 所以说必须在实践的时候 要想明白了 再去实践 这就是训练 完了总结 总结完了再练 这样就能逐渐提高 有的时候傻练 练半天也不琢磨 等于练的效果就没有 对 今天是上海中心 乒乓球队主场 给我的感觉也是 现在这个布置场的各方面 就是超级联赛 越来越感官性了 像这个中视体育 CETV这种广告 给人家感觉特别舒服 看球也看得特别清楚 其实就是中国乒乓球协会 和中央电视台中视体育 实际是共同来操持 和主办的这个整个比赛 所以这也是一种强强联手 特别好 才能够把它展示出来 否则的话呢 就是比赛打得再精彩 它没有传媒的推广 对 谢谢 在第一局的比赛中 双方就是相持不下 可见上空跟马龙 还是制造了很大难度 对 半高抛球 形成相持 你看马龙的发球 真正的发球 它其实旋转并不强 但是它真正的发球的变化挺多 落点的变化 所以它平时当中 在落点上的变化 也练后第二板和第三板的衔接 怎么能变这个线路 因为大家也都知道 它发球的 其实威胁性不是很大 主要还是靠变化 后边的衔接连续性 漂亮 上空今天反手 反手位的防守非常 有的时候这个球很重 但是落点不好 打到别人的手下 反而没有效果 刚才马龙这个落点 就不是太好 正好打到上空的手下 再来 漂亮 再来 你看一对拉起来 你就觉得马龙赢得概率高 对 你能看出他这个手上有手术 对 就稳定性强 而且这些执行动员 你看大家就上次也说的时候 这个胯和这个腿的力量 是相当重要的 它不是说腰的力量有多大的 主要还是胯 胯的力量和腿部的力量 没错 因为它是跟的 没错 它整个的力发力 是从脚底下发出来的 经过髋关节 然后腰部 肩部 到大臂 前臂 手腕 对 最后挥出去 它是整个一个整体的用力 好的 刚才那个球就是发球 发得比较短 对方摆 一摆摆高了 所以首先一个球不出台 不出台呢 在这个现在呢 就分得比较细了 说是短球 短球短在什么位置上 是中路偏正手 偏反手 还是小三角 是吧 这里头就细分 对 漂亮 这马龙又反拉了 反拉了 这球是典型的一个 防手弓反弓 十一 十一 最后一板球呢 它这个球嘛 自己身体抬起来 就是说在相处当中 它可能是从汪文贵 和你参加比较多 最后一个球 你看身体 它没有下压 就下压出去 跨和身体没勾 没站住的球 没站住 这个是在移动中 脚底下没站住 对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马龙的真正的发球的威胁 在于它的弱点上的变化 它不是旋转上的变化 没错 所以对方老吃不准 它发在哪里 所以它是不到位的时候 很难去出手 能完成动作 你看就马龙他发球 他就旋转不强 但是他就乐点上的变化 这一点 对方只要能站住 能判断提前清楚了 这手就好接一点 现在尚昆领先一分 这是双方两个队第二盘的比赛 在第一局 在第一盘比赛中 上海中兴先拿下来了 就是许欣战胜了岩 这个揭发球就判断有问题 本来以为出台了 突然一发现没出台 再一上手往上来的时候 犹豫 大家你看 他先是想手沉下去拉 最后一看没出台 马上又把手拿上去 如果这场球马龙要输的话 就危险了 本身整体来说 马龙这个整体队 相对而言 要比许欣这个队 要上风一点 没错 今天尚昆 上来跟马龙来了个下马威 你平时在队里头 他说我跟马龙接住的时候 你感觉你要给大家描述 他这个各种性格 或者你遇到一件什么事 能不能讲一讲 这马龙这个性格非常柔顺 就是说运动员都是这样 每个运动员其实都一样的 就是特别近了 怎么着都行 但是很多外面人就说的 有些说就是有距离感 其实不是的 其实他们是 大家是很热情的 反正就是很容易平易近人 很容易接触 他今天要讲一件事情 我还一时半会想不起来 我先想想 你看有的一年爱说 有的一年不爱说 马龙属于哪一点的感觉 马龙遇到熟了也挺能说的 也挺能说的 你看他们现在两个人 一个是上海中心 一个是山东卫桥 山东卫桥 现在马龙实际他是出生在安山市 但是后来从小就到了北京 平方球俱乐部 那么上坤就当地是吧 所以这两个地方 就安山也好 上海也好 都是出世界冠军最多的 安山也出了很多的 你想想李小侠 虽然是山东 很小去了山东 但是他也是安山的 包括郭月 包括王月谷 包括张超 出了很多世界冠军 包括上海 那就从历史上来说 就更多了 马龙它整个的这种杰作 可能还是有点 相当于慢一点点 就是比奥运会的时候 整个衔接连续行 稍微有一点迟缓 你的意思 奥运会前夕是他最高峰 对 有状态感觉 现在 不过这也正常 因为打了大赛以后 都有一个回落 而且他活动参加 为了推广乒乓球 为了发扬这个国球文化 做了一些活动 对 好的 现在乒乓球文化的推广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特别是 你看现在的河南浦阳市 它搞了乒乓球的产业开发区 同时还要在发展 乒乓球的特色的 这个县市的工作 包括像过去的河北正定 像湖北的黄石 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 像安山市 都是推广乒乓球文化 推动城市品牌建设 然后带领群众 要把它这个健身发展起来 然后通过群众基础 再推出这些高端的 一些有希望的青少年 送到国家队 一级一级往上走 所以这都是 非常好的一个情况 中国乒乓球长盛不衰 很值得研究 它其实有很多的门道在里面 你看马龙这个动作 就是属于那种教科书上的 那种感觉 非常的规范 动作的这个 从机球部位到脚下 到出手 到正反手的连续性 到白短发球等等 都是感觉很规范的 所以他们的运营的技术 主要还是用到手指和手腕 加上身体 胯 还有脚下 这几点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 大家千万不要用这个肩去打球 叶玉选手 千万不要用肩 肩永远是感觉是放松的 两个肩 是平 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 是的 另外钱币 钱币也很重要 就是收钱币 有的人钱币不动 你看他钱币的距离永远是那样 然后用大币来回甩 这个也不行 当然比较高级的阶段 就是手腕和手指 像在这个机球方面 你选手 你看刘诗文那个打球 就是特别明显地能感觉到 他那个在出球一瞬间的时候 手腕手指的那种爆发力的集中点 漂亮 其实这个球上坤一直想用手指手腕去蹬这个球 如果你要去用肩和大胳膊去蹬这个球 是肯定蹬不上的 大家就叶玉选手肯定有疑问 为什么用手指手腕 手指手腕离球是最近的 出手离球最近的时候 你的感觉是最好的 没错 接足球是 接足球的时候 用力是用的是最近的地方 所以大家练的时间长了 手腕有力量了 手指有力量了 慢慢地就别怕失误 练时间长了就会有感觉了 因为那时候我们有点 刚进国家队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靠身体 完了靠这个前臂去打这个球 但是最基础那时候 慢慢地形成就是手指手腕 就是慢慢用的时候 经常失误特别多 用时间长了以后 它的旋转强 刚才我说的旋转50% 你这手腕 手指手腕力量一足了 大家看这球 漂亮 这球好 今天尚昆表现得非常出色 这个角度弯 手指手腕一足了这个球 你就会抵消它的旋转 你就会比它的力量更足 这样稳定性就会加强 所以刚才台任务强调的就是说 其实在你碰到球的一瞬间的时候 对方的球如果是很转 或者力量很大的时候 你那个手指手腕 那个力量不集中 那可能就被对方一下就吃了 所以你手指手腕 就是用上了 正好在那个爆发点上 啪来一下 就是把对方的那个力量也好 旋转也好 就抵消了 然后这个球的准确性 就会在你的控制范围里面 调打 这个就是步法问题啊 没有测开 你像你这个平时有些业余选手打比赛 为什么我打不好 或者其实你的基础 真正的基本功基础没有打好 你比赛是用不上的 体会不到的 所以你还把基础打好了 你才能真正的比赛 慢慢再不断地总结 才会有不断地飞跃 不断地进步 没错 所以这个乒乓球里边 叫快准狠电转 快是第一位的 因为你一快了 对方就来不及 你看现在这个尚坤啊 给马龙的一个很大压力 就是他比较快 他一快了以后 马龙这个倒的过程中 你看他站的就 有时候位置就站不准了 站不稳 其实马龙平时站的都相当稳 在对国际比赛中 你看今天就由于尚坤比较快 对 调动 你看今天尚坤整个的状态 就是整个的移动的非常快 没错 而且球呢 比平时好像还要凶一点 可能有薄刹的成分 是吧 对 因为他跟马龙打 他要四平八稳 他知道赢不了 所以就必须玩点斜的 是吧 弄点这个 球就有点 就是偏凶一点 宁可事物多 也要这样打 这个就所谓的薄刹 漂亮 这个马龙这个球的状态 他就一下子过不赦 这要过不赦期间 他肯定能过去 肯定能做 所以这个实践 要可能我猜的 可能跟自己人打 没好意思 那倒不是 就是你说的 刚才说的非常对 就是这就是状态 因为状态到底好不好 它是通过你这个 完成动作的难度 来体现你的胜利 和心理的这种 最终的这种状态 你看这两局都是非常的 打都打到最后时刻 激烈 所以这个 今天给马龙的压力非常大 哎呦 有 一个 电视机前观众朋友 也特别喜欢 看这样的比赛 看着特别舒适 尚坤呢 一时是 也作为国家队的选手 为上海队 立下了汉马功劳 曾经呢 是获得了 2014 15 16 三年的全国锦标赛 团体冠军 立下汉马功劳 今天的观众很多 还有尹萧教练 你接住 你感觉他这个指导方面 有什么特殊的立法 思路非常清晰 就是说当你大赛的时候 或比赛的时候 不光叫你一些机制战术 让你可能在你思路混乱的时候 突然告你一下 一下清晰了 这整场的东西就是 他可能哪种语言 可能哪一句话就提醒你了 原来我这样做就可以了 其实说白了 其实说白了也就是说的 就抓住自己队员的心理了 就是经验 经验还是比较多 今天这个尚坤的反手 反手非常成功 说明对马龙的这个球路 他还是想的比较周到 今天你看反手这么快的速度 成功率非常高 因为他们都是在一队 都是一个队友 非常熟悉球路 你说这个是 现在是上海队主要练王立琴 做得很稳 好的 这样尚坤就以2比0 领先于马龙 今天我们说了 今天这个取胜 一个重要的要素 是到底许欣得两分 还是马龙得两分 如果马龙要输了这一盘的话 那么上海队的取胜概率 就非常高 谭仁武 过去你在那个国家队的时候 你们那个和主力队员的训练 是怎么排呀 比如说能不能举举 就说说你们当时是怎么 有没有规律 说谁和谁打呀 是怎么排呀 有规律还是 就是说你今天可能就是 我前一天可能训练 我感觉不太好 对这个答法 比如销球吧 我可能第二天教练组 就会排你的销球选手 而且都是有计划 针对每个选手 都排每天不同的选手 你比如说你对左手差 可能就是说你这一个成绩 可能排两三天 就要对左手去训练 针对性的去训练 还有就是一些 你想象不到的 但是教练已经替你想好的一些 这就是中国队 他们所产生的优势 他们就是说 队员呢 有时候我这个环节不好了 好 明天可能就教练 就给你制造困难 你就要跟这人练 打两局比赛 怎么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那在比赛当中 才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另外呢 像你那批的时候 当时几个主力都是谁 当时 当时是马林 王立琴 刘国正 完了还有这个刘国梁 孔定辉 就是这几个主力 他们 那那时候你们练的时候 会不会主力队员优先 或者你们怎么去 配合主力训练 等等 一般他像他们主力呢 都是队员陪练 去真正性的来陪他们去训练 都没有说就前几个五六个主力啊 或者主力对主力这样去训练 就是说因为主力对主力训练呢 就是说没有目标性的去训练 就是要一定要跟陪练训练 就是我要有针对性的去训练 就是一定要跟后边 因为对年轻选手呢 也是一种锻炼 明白 好 我们继续来看比赛情况 现在中国平凡球俱乐部超级联赛的 第六轮的男子第一阶段的比赛呢 是上海中兴主场迎战山东卫桥 现在双方呢是正在进行第二盘的比赛 在第一盘比赛中 上海中兴的许新是3比2险胜山东卫桥的延 现在上海队暂时领先一分 那现在第二盘就是马龙和尚坤 马龙现在是0比2落后 这是应该说这个出乎人们的想象 现在看看马龙怎么样这个逆反 今天尚坤呢一上来精神状态和这个气很足 而且抢的也很凶 但命中率还很高 所以他现在呢是2比0领先 这个时候应该马龙自己在精神状态 我觉得再调动一下 自己再喊一喊 能马上状态能调回来 2比3 对 有的时候说就是 你精神状态没兴奋起来 你的技术也发挥不了 是吧 但是怎么样把精神调起来 就是自己高喊 对 喊也是一个办法是吧 就不断地喊 不断地喊 对 不断地喊 能掩盖自己的这种 有的人是紧张 有的人是调动自己的这种投入 这两点 好的 3 其实像这么快的速度 基本是下意识的 等你想着去打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这个训练就是动力定型 养成了一种动作的自动化 一出手就走了 根本不想 所以这就是平方球的问题 它不像下象棋 你想好了我拿哪个子去 这个根本来不及 所以这就是训练 比赛是训练的一面镜子 你练到了 自然这个东西到那时候就会有 你会有的时候你就自信 自信的时候你就胆子大 就一高人胆大 胆大一越高 所以这里头这个相互之间的关系 这个确实对中国乒乓球运动员 能够在世界上一直长胜不衰 在各个环节上都有独到之处 现在要这样下去 对马龙非常不利 越到最后越不利 因为越到后边 它2比0领先 马龙没有退路了 所以后头就更难打 它就更放得开 这时候我觉得认为 马龙应该加强球的 这个衔接的质量 因为它我感觉 它球每板球都是太平均了质量 然后再加上可能 这个尚昆薄杀性更强一些 但是它薄杀呢 球呢又能够命中率又很高 所以这个时候要求马龙 有些前三板的质量一定要加强 在前面的整个比赛中 马龙呢是七胜一负 其中已经负了一场 好像是负了一个年轻的选手 对 所以今天看到马龙 能不能继续保持 自己的八胜 现在是七胜一负 今天尚昆的表现可圈可点 像这种球 如果要是业余选手的话 像这种球 就不要产生疑问 其实这种很多时候 职业选手很正常的球 也会拉丢 所以对自己的业余选手技术 不要有疑问 输了就输了 想一想下一个球 这边很关键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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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像是上海队的主场 对吧 对 上海主场 在这个现场听到 全是喊马龙的声音 这里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 虽然上海队主场 但是球迷们心中 他还是崇拜自己的那个偶像 对 我看这个观众好多都是一些年轻的女孩子 像以往我们打超级联赛的时候 我记得都是一些中年的一些男男女女 一些来喜欢乒乓球的人 现在年轻的一些女孩男孩都喜欢 对 这也说现在的这个叫粉丝经济 对 是吧 就是一些明星脸 这是个很好的现象 我看一些报道 包括在成都的时候 张继柯吧 对 很多女孩子都是专门坐飞机 去看他的比赛 对 而且门票呢 炒得很高 对 这都是一些新的特点 因为我听说的就是奥运会 这个回来 从北京 有好多见这个张继柯 马龙 见这个刘教练 刘国梁主教练这些 好多球迷买机票 买最便宜的机票 在T3航转楼 然后进去摆渡车 在里边 看完了 在里边看完了 再把机票拿出来 再出来 把机票退50% 60%这种 就自己花钱买机票 飞哪儿不重要 进去也能看见 这个也是很有意思 确实这就是说 这就是说一种新的特点 就是我们的乒乓球运动员 包括体育其他的运动员 成为偶像 像文艺的明星一样 对 因为体育的明星呢 就更有震撼力 对 因为他为祖国争光 他们付出了更多的 这种努力 对 白短 挑大 这个现在呢 就对上官来说呢 像这打到这种局面呢 一定要求这个技术含量 更加准确 因为他这个时候 心里一定会产生变化 肯定是想赢的 所以要求技术的稳定 就心里一定要稳定也要 这个比较好的方法 就是把注意力 集中到技术细节 也不要把注意力 集中到胜负上 对 这是心理学的一种方法 对 但是要想做到 却很难 拉起来 有 请 有时候说 思想一有想法 马上求就有变化 这就是精神影响到了 你的技术 这两个球很关键 9比7 好的 漂亮 我觉得今天上坤 在我看过他的比赛中 我认为今天这场球 可能是发挥最好的之一 我看也是 我整个的这个衔接 包括对方进攻的 这种攻防转换 特别特别 这个质量挺高的 命中率也高 10比7 漂亮 所以现在各省是教练 一般都是 你看像王立芹 这个上海队的中心主任 这个主教练 包括各省的 都是一些国家队 退下来的 江苏队的陈启 还有各省的 都是一些年轻 有朝气的这些主教练 就说明能带动 整个平方球队 各省市的平方球队 这种年轻的朝气 正能量 还有就是黑龙江的 像王飞 都是我们这批的 没错 王飞黑龙江队主教练 逆旋转 你看这后头 从七平开始 这几球打的 跟前头就判若两人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 即将迎来胜利的时候 思想上产生了变化 对技术上产生了影响 所造成的 对对对 这样马龙就开始 在0比2落后的情况下 开始打反击战 到底这个反击战 能不能成功 谭仁武你觉得 马龙要做到什么 才能够逆转这个比赛 我个人认为还是前三板 加强质量 球的质量 还有这个发球的 球的质量 还有第二板 第三板的衔接的质量 因为现在这个上坤的 球的质量非常高 二种力量非常高 在这样的情况下 自己一定要调节好 这个心态 做好困难的思想准备 所谓的困难思想准备 就每个球都要 不要想象对方 就是说很正常的失误 一定要想象像大赛一样 每个球都要有所准备 这样我相信 他一定会逆转 好的 中央电视台 现在我们继续为大家 现场直播 2016年中国乔房球俱乐部 超级联赛的第六轮 第一阶段的男子团体的比赛 是上海中兴主场 迎战山东卫桥 目前在第一盘的比赛里边 上海中兴是派出了许新出场 战胜了山东卫桥的岩 但这个比赛是打到3比2 在第五局的时候 7比5才险胜 许新险胜 那么现在进行的第二盘比赛 是马龙在0比2落后的情况下 开始逆转 现在赢了一局 现在正在进行第四局的比赛 目前尚坤是2比1领先 还有一个 现在我感觉就马龙的反手 要加强点质量还是要 加强点旋转和速度的质量 还有今天马龙感觉 整个人的身体还是比较重 比较发沉 按比论上来说 他和尚坤在对拉里边 马龙是最强的 但是今天好像并没有多少优势 对 他身体移动的感觉有点发沉 移动的稍微慢一点 因为打平方的时候 整个的靠整个的计战术 还是要靠身体脚下的移动 漂亮 一条 你看这都是马龙的粉丝 拿着马龙的自己拿好的 印好的马龙的粉丝团 粉丝团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对 我们也希望出现更多的 像马龙 张继科 包括后面许新 樊振东 逐渐地成为人们的热点 这样的话 这个市场就会有更好的带动 对 你像现在除了这个阻力 一些年轻有朝气的 周宇 还有方博这些 都有粉丝团 所以跟互动的 也比过去也多了 也知道怎么去互动 是很好的现象 就乒乓推广也是很好的现象 没错 其实谭任务 我觉得跟你这个接触 我感觉你对这方面的 这个理解和认识 还是很靠前的 其实可以做到这方面工作 是吧 就把我们中国乒乓球队的队员 这种形象推广方面 可以做 我在不断地尝试和努力 对我是一种挑战 就是除了乒乓球推广 就是乒乓球的推广 要建立就是说市场化一点 这个也是未来的方向 对 现在我们看看 马龙已经吹响了反击的号角 在0比2落后的情况下 也可以说在背水一战的情况下 如何能够连赢三局 漂亮 你看马龙这球的质量高了 一定要顶住 你反手如果是 如果你要不质量加强的话 你这球很被动 相当被动 因为今天尚昆 今天状态是非常好 非常好 而且可以看到 这个尚昆的这个步伐启动 包括跑动 灵活性 对 都是非常出色 今天这就是达到了一个 竞技状态的高峰 4比3马龙里线 高了 你看马龙现在 就不拉上昆的反手了 直到经常防回头 这个状态好 感觉好 就变成鸡蛋树坏了 换成中间了 拉中间了 所以它有的时候 需要一些主动的变化 千万不能怕丢 没错 拉反手可能命中率要高一些 拉中间可能命中率要低一些 但是有的时候 必须逼着你这么走 是吧 对 3比5 这个球拧得也好 拧得飘飘乎乎的 瞎坠 所以很多 有时候有时候打了一板球 这个我是能打上反手 但是别人也能防回来 但是我打中间的 我是变了 但是失误了 第二个就不敢打了 有这张这种球 所以你不断地打 可能十个球里边 你打上一个 你慢慢地十次失败 就会有一次成功的 有一次成功 你就会慢慢地 就知道怎么去运用的 这件事 所以欧洲运务 在欧洲参加俱乐比赛的时候 就欧洲的周期非常长 一年 他就中国超级联赛三个月 他不断在中国超级联赛 发现问题的时候 他可以马上去改进 可以去系统去训练 没错 那外国运动员就不行了 他一年当中 他还有一些国际比赛 他十个月再打俱乐部 中间打一些国际比赛 没有及时地总结 就很难去体现出进步去 没错 你刚才说这一条 我觉得也是中国平方 就长生不出来的奥秘之一 就是我们有东迅 是吧 有集中训练的时间来改线 来改正我们在比赛中 出现的问题 而他们没有 对对对 他们就号称是以赛带练 实际上没有 对对对 你现在为什么 现在好多中国运动员出去 还能一直在欧洲的赛场上 一直杀敌 你比如说 现在这个荷兰队的李娇 四十多岁了还打呢 包括这个西班牙的何志文 五十多岁了还打呢 没错 尼夏连 独身宝的 对对对 都一直在打 包括现在还有荷兰的这个 李杰 就是萧雄的 德国的什么赛小娜 还有什么这些 很多很多等等 为什么还能打 就是他们一直在比赛 一直在比赛 就是说我就这些球 国外人呢 外国运动员也是这些球 他没有一个真正的创新 没有一个真正的突破 没有真正的能总结训练 到那个位置 天天就不断地在比赛 没错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也是 就是比赛过程中的问题 一直得不到很好的解决 没有集中训练的时间 对 抓住 五比八 你看打到最后 实际就是差那么一两分 对 那这一两分里边 实际你的稳定性 就显示非常重要 你比如说上刚才这个球 啪 失误 啪 又一个 是吧 在刚才七比七的时候 连着弄仨 就感觉这个球 好像不该这么快 是吧 对 这就是表现出了什么 表现出厚实 厚度还不够 对 漂亮 切了一半 所以现在你看大家 红板都是形成拧拉 在业余当中 它如果要用不上 这个时候业余选手 现在多练练创新一些东西 多练练拧拉 你拉不到 不断地拉 你总会有一天会 学会拉的 就是创新 在业余当中 但是它的基础不好的话 它这个先进技术 可能不一定能赢球 我想 对对 但是所以在平时训练当中 你要多练 做体会 我就说的手指手腕 和前背的力量 手背的力量 漂亮 你像红板就要手背的力量 一定要是加强 没错 你没力量 手指手腕 手背没力量的话 你怎么拉 用大胳膊 用尖 拉是拉不到的 今天我们特地请谭事务 给大家谈一些业余选手 应该注意的问题 我们结合比赛 给大家来介绍 现在到关键时刻了 8比7 现在马龙发球 1比2落后 局数1比2落后 8比7 第四局领先 切一碗没切好 8比8 今天尚昆这个球 第一个就是比较积极 你看它上手比马龙 还要积极 对 抢到前面 第二个就是进入状态快 显得很兴奋 跑动的 整个身体的灵活性 包括跑动 都非常好 虽然说比马龙 整体实力要弱一些 但是今天的发挥 比马龙明显的要好 马龙如果说发挥出8分 我看它有9分 9.5 调打 连续 这个进攻非常快 这样马龙就倒没有退路了 因为1比2落后 比赛无局三胜 在这种危急时刻 看看我们奥运冠军 是不是能够经得住 这个压力 所以这个记载的时候 大家发现 就是感觉马龙今天打得很被动 我们说心态才能变化 心态变化 太急了 刚才就是7比7 刚才7比7领先 本来是3比0有可能的球 结果是连着输了几分 其实这个时候 你完全对心里 对自己一种不自信 其实完全还可以发重手 因为马龙的反手拧来 现在不是质量那么高 他这时候想变一个反手 就是有时候你过于变多了 自己变乱了 控制自己的这种范围之内了 就坏了 明白 上海队员去暂停 你看他自己觉得自己不对了 就要暂停 所以这个 有的时候说 有的人一辈子都是这样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我看过去好像 他们也说某一个运动员 不提名了 说打得非常好 确实也到那个水平了 就是一到关键球就完 一到关键时刻就完 那么这个是不是 就是心理上不过关 就想赢 一看能赢了 这时候马上心里发生变化 一发生变化 手也走平了 脚也不对了 对 这个所以很多教练 就是帮他解决 最后还是突破了 心理上的障碍 在平时训练当中 给他制造一些困难 完了再想办法 一些制造很多很多的方式 来锻炼他的心理的强大 这一点就是已经突破了 确实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讲 其实真正的心理 才是最大的考验和突破 没错 说去不是说吗 一年被蛇咬 十年怕颈绳 是因为被蛇咬回一回 所以他建了绳子 他就哆嗦 对吧 但是怎么样建了绳子 不哆嗦了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 我们奥运选手的风采 就是马龙的风采 现在现场直播的 这个关键球处理 看看马龙在背水一旦的时候 怎么办 现在换发球了 刚才一直发正手 现在发反手了 站在中间 短的 漂亮 你看这就是 对 我说 应变 对 应变 马龙一定要是反手 加强一点速度和质量 不是加强真正的这种力量 就速度和质量就行 刚才锐武说这个 可能马龙自己也意识到了 你看他几个球出来 就明显的应对了 刚才谭任务讲的这个内容 现在十比九 还是站在中路 用反手发短的 上边都有挑的不差的 但是他挑上了 马龙更衔接的更快 这就是奥运回冠军的这种能力 就是你看到关键时刻 如果再说俩就完了 在这种情况下 首先一个没慌 第二个还容易敢于变 敢于变就说明 他第一脑子到了 他知道我要变 第二个就是技术上 我有底 我敢变 我这个技术支撑我 第三个这个胆量还是有 你再胆量大 到这个时候了 说来了谁也没妥 对吧 所以这就是奥运冠军 到大赛经历以后 再到这个小赛中 像这种赛 可能对奥运会来讲 就是算一个中赛小赛 所以就比较自然 应该刚刚马龙这个发球 其实很一般的正常发球 但是他考虑的是 下一板的心 他真正的脑子里 是想着下一板的 全身心地放在第二板 但这种挑球 速度又快 质量又高 是一般是反应不过来的 没错 他就想着这板球 我就站在中间 你挑 反正我越简单化 越好 这个时候 因为我现在整个的状态 一般嘛 就是越简单化越好 但是他第一板 起码说 我不能给尚村 让他上了 揭发球抢攻 不让他抢 对吧 现在就到了观念 又是一个 接着一个战术的考验 就是7分 谁先到7 决胜局 刚才许昕就接受住了考验 在7分的争夺中 是战胜了严 7比5取胜 现在两个人又打到7分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 确实是第一阻力和第二阻力 很难分出胜负 所以现在马龙真正 我感觉要做的 还是一个速度和质量 因为速度和质量加强了 它其实不是在于搏杀 它是有稳定性的 但是如果不是 要是加强力量的话 力量它就有搏杀性质 拉起来 漂亮 这个球好 太漂亮 走 其实这个球里头 很关键的是 马龙反手挡了一个直线 那个球是一个转折点 大家注意 就这个球 你说马龙这个球 如果要是撅的话 这球上针还能主动的 马龙向前 手指手腕 向前手背 往前顶一下 这球加一点点速度 你就可能会形成一个 攻方转换的主动 没错 这也是火候问题 凶一点稳一点 什么时候该凶一点 什么时候该稳一点 对 这个相当重要 上坤发球 这几个球马龙跟进的非常好 基小胜为大胜 一板比一板重 压力一板比一板大 今天这场比赛 让我们看到了这个马龙 这个奥运的风采 虽然说他现在的状态 不如奥运会 有所下滑 但是呢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特别是在承受心理压力方面 给我们示出了一个典范 这样的马龙在七分的 第五局的决胜局中 是占据了优势 三比一 现在双方交换场地 其实上坤阵 今天的机会是相当好 整个的精神状态 技术状态太好了 没错 这个时候打到最后呢 就看你心里够不够强大 能不能顶得住的就是 继续比赛三比一 现在场上比分三比 好的 我们今天打的双方呢 都是千万不能有一点 质量旋转的下降 有一点的对方都能抓住机会 一击毙命这种感觉 对 往往一到关键时候呢 就容易加保险 想上台 但是这时候呢 其实呢 有时候给对方的压力不够的时候 反而给自己造成被动 所以要硬着头皮赶上手 因为进攻型选手的优势在攻 马龙还是采取中路 发反手球的办法 今天这两盘比赛打的都是难解难分 2比2之后都是7分 见分小 而且都是以2分优势 现在呢 你看两个人又打到这个局面 有可能也是最后差2分 今天对这场球对山东卫桥来说 是相当关键 如果我们这场球马龙要输的 就很被动 没错 因为两个主力 许新马龙都应该是 战胜对方的第二号选手 这是个前提 对 一旋转 侧身抢拉 马龙反拉 这球拉得非常到位 你看他整个的跨 都像起码都下蹲下去了 大家也非常期盼 第四场马龙和许新的这场球 对 但是今天这个尚坤啊 可以说给马龙也是来了个下马威 一上来2比0领先 现在马龙从0比2开始 连逆转三局 让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奥运会的冠军 他在精神层面上 在技术上有所下滑的情况下 如何应对这个比赛的这种应变 逆旋转 好的 4比4 像这种球根本没有方法思考 上来就拉 今天尚坤呢 可以说今天尚坤打得非常好 充分发挥了这个水平 比马龙的发挥要好得多 就是在各自的基础上来说 上坤今天是比较充分的发挥的水平 其实作为运动员来讲 赢输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本身你不如对方 是吧 但是你能把你自己的百分之百打出来 甚至超水平发挥 我觉得这就是最大成功 现在马龙发球 在单打里边发球是有优势的 关键是怎么利用好自己的发球 最理想的是发球之后能抢攻 高了 这球是我感觉啊 这个时候马龙可能没意识到 接的质量这么低 他以为其实接的感觉质量高的 以为其实感觉能质量高点 他还能意识到还能下意识 没想到质量反而变低了 出乎自己的意料 球呢好像是一个机会 但是他没想到 还是有旋转的 而且球还比较长 还不是短的是吧 所以这个球呢是一个无畏失误 但是这个失误也是可以理解 大家观察一下细节 好多人打到这时候紧张的时候 都是手上插短裤 插球台呀 4比5 你看这个时候 你像尚昆这种球的丢 在前面这几局合起来看 并不多 可是在这个时候来这么一个 对 因为他这个球的腿底下没有到位 没有伸上去 以为就是因为球有的时候 可能发其他地方 所以判断有的时候 还是有失误的 这样双方打到5比5 刚才许欣和延安也是打到这个比分 最后许欣是连赢2分取得胜利 难道这时候也会这样 马龙连得2分 7比5 现在尚昆发球 其实对马龙目前还是不利 今天尚昆是主场 上海中心的主场 但主场给马龙反而加油的人多 就说明这个明星效应 逆旋转 摆短了 摆得很好 形成相持 马龙非常稳健 你看他那个尚昆上手的时候 你看他自己赢的前面 盯的 是吧 完全那个注意力全在那球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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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ct 逆旋转 调打 连续拉 这球拉得非常好 质量高 而且落点好 到中路 这样的话 把比分又向前推进 打到了6比6 最关键的时刻到了 这是理 技术战术 身体素质 抑制品质 综合素质的 一个最高的体现 让我们拭目以待 到目前为止 上海中兴 是1比0 领先于山东卫桥 山东卫桥此前 是五战五胜 没有输 现在马龙作为 山东卫桥的第一主力 对的是上海中兴的 第二主力尚昆 现在是决胜级 最后时刻 这是虚晃一枪 本来是戳高了 马龙可以上手 但是看他退后以后 又摆了一个短 其实真正现在打的 其实就是一个心理 真正的心理的强大 看你心理过不过关 你看这球上关 其实摆的是很正常 自己往后跨了一大步 人家回摆以后 你再想上去 他随着心理的变化 他这脚步就会放慢 脚步放慢 他就上不去 但是通过这球 可以看到马龙一看 你往后一撤 马上又摆 就说明他起码 他并不紧张 对对对 并不紧张 他意识上是清晰的 6比7 短的 漂亮 这个马龙呢 戳了一个长的 但是尚昆在底线 又是反手一个斜线的拉 这个球已经拉了好几个了 对 质量很高 速度很快 这样又重新回到了 同一个起跑线上 其实大家可以看看 他这个上分反手呢 真正其实他没有发多大力 他只不过抓住 那个时间的节奏了 合上力了 一定要大家注意 一定要球过代的力量 一定要结合球的力量 借力打力 没错 现在7比7 又到了马龙的发球 这时候马龙肯定要在想 我怎么发 然后他回来我怎么接 在前面的整个比赛中 哪个球奏效 出台了 漂亮 这个球是送给尚昆拉 让你拉起来 我再反拉 这个其实打也挺大的 万一他这把 要尚昆这把 拉得要太猛了的话 你不就没有 马龙知道你质量下降 他还是侧身想拉 因为他侧身还是能力 相信这个正手的能力 他知道这种反而怼过去 也是很被动 就算到了 对对对 这样尚昆再一次 再一次出于被动 7比8 高了 咱拉 漂亮 这个球 马龙是经过了千难万苦 在零比二落后的情况下 连反三局 展示了奥运冠军的风采 观众朋友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这场比赛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等一会儿 关于两个比赛的结果 我们会在新闻中 为大家播报 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 请到了前2008年 世界奥运会的 男子单打的前8名 也是前国手 韩瑞武 做我们的技术询问 他也给大家讲了很多 我们也希望 韩瑞武在今后的比赛中 能够继续给我们解说 同志也 优优独播剧场上 我们发现了什么 当志也